大家好,今天买了一条4斤多的大草鱼 老板已经给清洗干净了,我们用它来做个好吃的 首先把鱼鳍剪下来,然后在鱼头下和鱼尾处各切一刀 切口处有一个小白点,这个是鱼腥线 然后一边拍打鱼身,一边把鱼腥线抽出来 另一面也用同样的方法把鱼腥线抽出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鱼头切下来,留着炖汤盒 再切4-5厘米左右的大块 然后改刀切成小块 把大骨头剔出来 切大一点的块会比较容易挑刺 然后中间再切一刀,这样的鱼肉就切好了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再加入姜片 一勺食用盐,用手抓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一点配菜 准备一根大葱切片,生姜切片,大蒜也切片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喜欢吃辣椒的朋友 再准备一点青红辣椒 切成辣椒圈,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豆腐 先对半切开 再切成厚片,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块豆腐乳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辣味的豆腐乳 再加两勺生抽 这里就不用加盐了,豆腐乳很咸 再用叉子压碎,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个鸡蛋,打入碗中 用筷子把鸡蛋搅散备用 再把腌鱼的姜片挑出来不要 然后倒入鸡蛋液,用手抓拌均匀 让每块鱼肉都裹上鸡蛋液 再加一勺玉米淀粉,抓拌均匀 让鱼块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糊 不用太厚 热锅放油 油热后下入热豆腐 开中火慢煎,煎至一面金黄后 给它翻面煎另一面 煎至两面金黄,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碗中备用 再把油烧至冒烟 然后转中火,一块一块的将鱼下入锅中 这样高温下入锅中 鱼皮不容易粘锅,还能锁住鱼肉的水分 煎至一面金黄后再给它翻面煎另一面 煎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大概需要三分钟左右 哇,好香啊 现在就已经香喷喷的了 煎好之后,把它控油盛出来 做到这一步也可以直接吃了 外皮酥脆,里面很嫩 先把它放一旁备用 再把锅烧热放油 倒入葱姜蒜片翻炒 炒至蒜片微微发黄 再把鱼骨头先倒进来 用筷子铺均匀 再把豆腐也加进来 煎好后的鱼肉也加进来 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 再加入一瓶啤酒 啤酒快没过鱼块即可 然后盖上盖子转小火炖十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打开看看 哇,好香啊 再把青红辣椒加进来 再撒一点香菜叶 然后再盖上盖子煮两分钟 收一下汤汁 香喷喷的草鱼炖豆腐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草鱼外焦里嫩 虽然坚果 但是里面吃起来还是嫩嫩的 豆腐也是吸足了鱼的汤汁 非常的入味又下饭 草鱼搭配上豆腐 这样做营养又美味 有一点微辣 开胃又下饭 如果你喜欢也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